-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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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9年阿波羅號成功登入月球也成為世界上歷史的紀錄 但是到至今,許多人仍然懷疑這一切都只是美國政府捏造出來的 今天要來看五個人類登入月球可能是假的徵兆 第五,搖擺的國旗 第一個被人們懷疑的點就是當時在電視機直播阿姆斯壯登月後 將美國國旗插在月球上 而這旗子就這樣被風吹著搖擺著 也是史上最多人見證的這一刻 而阿姆斯壯與美國國旗的照片也似乎顯示著有微風的感覺 因為國旗上的皺褶 等一下 月球不是沒有風嗎? 當然也有人不承認這個說法 NASA 表示這個國旗在之前是放在一個細長的管子裡 所以才會有皺褶 另外一些人則是解釋 皺褶應該是太空人在拍攝這影片時 在搖晃棒子才會導致國旗晃動的效果 第四不明物體 第四不明物體 另外一張被公開的照片也是存在著許多正義性 許多人發現一個不明物體反射在太空人的頭罩右上角 這個物體似乎是一個被掛在繩子或是鐵石上 而這個物體沒有理由會在那裡出現 這些解釋許許多人認為這是出現在攝影棚裡的照光器 第三慢動作機隱藏鋼線 認為月球登陸是假的人 為了證明這個月球登陸是在攝影棚拍攝的低重力狀態 是模仿出來的 他們將這影片以2.5倍的速度快轉 可以發現太空人似乎是以在地球的正常速度走路 而太空人跳躍的高度是在這個地球無法做出的 所以代表有個隱藏的鋼線能讓太空人跳得更高 甚至有人指出 照片裡的隱藏鋼線隱隱約約的出現 第二沒有星星 另外一個論點就是在這些照片和影片裡 看不到星星或是雲 通常正在地球上仰望天空的我們 就算透過地表還是可以看到閃亮的星星 那麼NASA怎麼可能從這一片空中 就剛好落在沒有星星的月球表面 關於這部分 NASA表示因為照片品質沒有那麼好 所以星星就沒有顯示出來 但是如果你看其他畫質好的照片 還是沒有看到星星 是不是就有點奇怪了 因為如果你在地球上拍攝星空 低畫質的照片還是會有小小的亮點的 第一,C石頭 C石頭是其中一個登陸月球有名的照片 可以看到一個在月球上的石頭 上面還有一個字母C 這個字母非常對稱 表示不太可能是大自然的造畫 所以被推翻這個石頭 根本是在攝影棚被標注的其中一個道具 而在當場佈置現場的人 是不是忘記將石頭翻面 而NASA的反應則是非常矛盾 一方面表示這次攝影師 將C加在照片上表示玩笑 而另外一方面說 也有可能是在照片印製過程中 頭髮卡在某地方才會顯示出來 到底那時候阿波羅號到底有沒有成功登陸月球 你們覺得呢?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這個影片可以幫我按喜歡 想持續追蹤可以按訂閱 如果想要支持贊助我的可以到Pressplay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